好 各位朋友晚安 歡迎來到整個星期一 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是民主退潮 所以我們會花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民主原本被視為是 目前人類最佳的政治相估的方式 可是最近開始有很多書籍 開始為了學界討論 開始去反思說 民主是這個目前人類 指向最佳的政治制度嗎 難道我們都能夠回調他 改變不同的方向嗎 好 那我們今天就 感謝各位的自我介紹 那我們今天正式開始我們的 今天的主題 民主退潮 民主退潮這個標題 我們其實要猜起來看 第一個 什麼叫民主 其實在座都聽過民主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其實從小到大 民主化只會20多年的時間 90年代之後才民主化 基本上我們都有過半的 人生的歲月 在所謂的民主之下 成長 所以講民主 大家好 你們知道什麼叫民主 細一步去探討 我們又越看越搞不清楚 到底什麼是民主 等一下我們可以請這兩位 研究者以及翻譯者 來幫我們拆解一下 民主這個概念 在思想史上 或在當代的討論裡面 到底怎麼去理解什麼叫民主 但其實我先簡單的說一下 民主這個概念 我們通常都很清楚知道 最早在這個人類史上 很具體的實踐 民主制定的國家 大家會想到這是古牙點 在古牙點的社會裡面 它進行是直接民主的方式 跟我們現在的間接民主 不一樣 那樣的直接民主 是由公民直接投票 來決定國家的重大的施政 可是那樣的直接民主 只能實用在小波華人的狀態 我們來想像說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要採行直接民主 或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況 所以民主這個概念 Democracy其實很簡單 就是從古希臘來的 從Demos這個字造出來 Demos是People 意思就是被人民統治 但是在古希臘的政治折衷案頭裡面 民主並不會視為是一個最佳的制度 因為他們會區分很多不同的統治的方式 例如說亞里斯多德會說 一個國家的統治的方式 可以由一個人統治 少數人統治 或多數人統治 這時候Democracy 如果在當時雅典聽起來 我覺得Democracy意味的是什麼 如果國家是有多數人統治的話 那是一個暴民的政治 所以各位看很多的書籍 都會把Democracy 在古代的時候翻成暴民政治 因為在那麼乾淨之下 我們國家 因為那個不是個教育普及的時代 如果國家的大政治交給 所有的人民來統治的話 我們等於會稱之一起 有的人是極度有知識 有這個素養 有的人是對於民主 對於公共事務 基本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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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中 我們在台南平土退潮的時候 其實不是現在才開始去坦對這個問題 其實在2400年前 柏拉圖 有一個理想 他並不會認為說 我們今天一個理想的國家 一個正義的城堡 應該是由多數人統治 他說 No 應該是交給有知識的人 OK 甚至由哲學家來統治這個國家 才是比較良善的統治方式 但是 過去這一二十年 又開始很多反民主的問數會出現 在幾乎這2400年的歷程當中 有很多不同 不同世代 對民主的批判的聲音 那我們如果去看待這樣的 一種新的聲音 現在的跌平可能 或許不太一樣 或許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就 花一點時間 好好思考一下 到底我們現今 反民主的論述有哪些 他們是2400年前 柏拉圖的翻版嗎 好 那我們就首先 先邀請到劉維文先生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翻譯者 他翻譯最近翻了很多 重要的書籍 包含反民主 以及有一本書叫 《啟蒙》 《啟蒙之夢》 那本就在談 18世紀 英國法國的 德國的這些 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的著作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翻譯者 那今天我們就先 請他來談一下 因為他有關照 這125年 整個知識市場裡面 開始有很多書籍出現 邀請我們重新反思 我們現在所謂的 民主的亂象 那他從一個比較重觀 比較宏觀的視野 來幫我們分析 這些論述的 本質到底是什麼 以及這樣提出 自己個人的一些批評 那我們請掌聲歡迎 劉維文先生 謝謝 各位好 我叫韋仁 我沒有老實講這麼厲害 這是 我也是因為 我先講我原來 不是在做政治者 我覺得 我也是因為接了這本書 然後因為可能 系統相同 所以 開始去 注意這件事情 那當然因為 更早之前 我想可能跟很多人 在場很多人一樣 就是 因為318 然後我們會開始 注意到 我們的權力 我們的主權這件事情 然後政治事務這件事情 然後 好我就先講一下 那我現在看到的 最近很多書 在講關於民主的 無可能危機的問題 就是 我先套另外一位 那個 就是 哲學朋友來自 非常有品書家 那他最近 有一句話叫做 就是 呃 現在出書 罵徒者奔華 變種風潮 嗯 三種事情真的很多 我就是大致上 可以分為 他們可以講 呃 分為三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 呃 就是 我們其實 看起來 我們傳統的民主制度 似乎預設我們 是可以隱形溝通的 甚至有審議民主 審議民主要我們 要彼此開放 包容 對不同的意見 好 然後 呃 當然如果有 意見衝突的時候 我們是根據 誰說的比較有道理 然後 呃 推論過程是怎樣 事實是怎樣 然後來做判斷 可是 有一些書 例如說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然後道德部落 他們這些書 呃 透過一些 大部分都是一些心理學家 或者是 討論政治 或者是 就是 社會 實證是社會科學 一些 一些 偏自然獨立的一些 一些人 他們會講說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 那幾個問題 第一個事情是 呃 我們並不是 所謂的 我們不會接受這種理解 甚至 從一個事實 當我們支持他 或反對他的時候 我們對他的心理想 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總是 傾向於高估 呃 符合我們 預設的證據 然後低估 反對我們 不符合我們 預設的證據 甚至我們來說 有些事實上 也以某個人 就是說 你一定是 這個研究方法有問題 一定是 有經驗制作的 這是第一種 然後他說 這種 他就講說 呃 我們 甚至我們在 相信 呃 我們在支持 民主黨和共和黨 國民黨和民進黨 或者甚至是 你是 呃 相信伊斯蘭教 還是基督教 還是天主教的時候 很可能 你都不是因為 你可以意識形態 所以意識形態就是 你相信什麼 而是因為 你在怎麼樣的文化中長大 你有怎樣的社群背景 你認識怎樣的朋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問題就有點嚴重 就是 我們的信念到底是哪一來的 這是第一類 然後 第二類 就是最近也有一塊一本書 叫專業之四 就是真的是 明書請斯瑪魯的 就是 他的 這類的書 基本論書就是 因為 呃 我們常常在講說 就是 學歷典實 這不是只有常常的朋友 英美 或者歐洲 是更早的一個朋友 他大附上大學生 然後 有個大學學歷 研究所的學歷 或者是說 像我爹上一輒 然後可能一輒一本書 自己會是專家 這樣子 我覺得以為自己的專家 不是問題 有問題的事情是 那個就是這樣 就是 有問題的地方是 我們不再去看資料 不再聽 有一些真正做這些 體育 做很久的人 到底怎麼講 我們認為我們的講說 用讀瘦文教育 我們認為我們的講說 跟 那些有做也就的講說 是同等效力的 這個 這個東西 在大多數的學術 學術界應該都不會同理 因為 學術界有它的那個脈絡 跟遠遠有長的歷史 呃 如果說是有問題的假說 通常經過時間 就會被重決掉 我們 以為自己 說的是對的 很可能只是因為 我們沒人看東西 對 那 呃 最後就產生一個 20世紀初非常有名的一句話 那是來自於 一個小作家 他就說 我即使是完全無職 也可以跟國學的 平氣平坐 對 這是第二類 第三類就是 我遺到的這種書 然後這種書 大多數都是來自於做 做實證演出 實證政治研究的一些人 他們大多數是 呃 有些是做政治學 有些是做 呃 經濟學 經濟學 因為他們都是右派的人 有些還甚至可能跟心理學有關的 他們這群人的 主流說法就是 所謂的知識經營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說 他現在 呃 是透過數據比較 發現有所謂的 群眾系統 資訊系統 騙物 那群眾系統的 系統性騙物的意思是說 我們相信很多錯的事情 而且自己不知道 甚至我們連自己不知道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自己相信是假的 好 然後那個系統性的意思是 你不只相信一個東西是假的 意思是 跟這類相關的東西 全部都會做得天亮 好 那 我在這邊玩一個小遊戲 你可以玩小遊戲嗎 好 好 因為這類 這類論述最常玩的就是 哪一大堆的那什麼民調的那個測驗來玩 不過你也都是美國 所以 我 拿了一些台灣的 好 就是 我問以下幾個問題 大家覺得或相信您覺得是對的還是錯 或是真的還是假的 命題一 增加警察的巡邏 可以改善治安 也就是降低犯罪率 你們認為這句話是真的 命題二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什麼 分屍啊 隨機殺人啊 連續殺人啊 殺警之類的東西 所以台灣的治安 近五年變遭了 近五年的暴力犯罪數量 或者近五年的重傷害 殺人 連續殺人的數量 不是比喻數量 至少有一個正在提升中 認為這句話為真的 命題三 給予生育補助 可以讓人生育補助 可以讓人生育補助 只是我們現在補助 怎麼夠補助 我們目前補最多的視頻率 是一胎三萬 如果補到一胎十萬 可以提升懸命率 認為這個命題為真的 命題四 我們那個 做 就是在做選舉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做出 充滿魅力的演講 充滿魅力的演講 宣傳活動 或者增高競選行費 可以提升核票 認為這個為真的 請求什麼 命題五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它的操作型定義是 國民黨的候選人 或者拿了國民黨錢 被起訴的人 背叛無罪或喚醒的比率 比較高 認為這個命題為真的 請求什麼 好 以上我都命題全部不會講 命題四 有點麻煩 那個 我真的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 我既然命題也沒什麼長大 就是那個關於治安這件事情 因為其中有一道事情 就是院長剛剛講 我被警察人會麻煩 這樣子 那 事實上 像那個治安 近十年都一直在下降 然後最誇張的 那個 演講這件事情 是 這個月剛初也是論文 就是 有人去 就是 怪魅力演講這件事情 呃 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希特勒的演講 我們看過很多就是 相關的書都會寫說 就是希特勒的很強大的魅力演講 然後造成大西洋社群 就最近有人去反讀歷史 然後發現了這個事情 那這是第一個論文 所以也有可能 也就是錯的 但是 我現在 想說的事情是 也許 在場的各位會知道說 這個命題應該是有問題 但是想想 你們身邊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會相信這個命題 然後 有多少政黨政客 會拿這張證件 來試圖撥取我們的選條 那 假設那些 假設 因為我這些東西是 這麼說 我 因為我不是一個方面的人 這些東西其實是我昨天晚上 我把以前的那個 archive的東西說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整理出來 這些東西全部在網路上都有 也許你們就沒有被上到 就是因為你們都看過 那 如果說很多人不知道 它就會變成像是 這些作者講 就是 相信錯誤的事情 然後這派人的說法就說 那 因為很多人相信錯誤的事情 然後會有 政客跟政黨 利用 我們的 武之 跟偏見 來操弄我們 然後 假設像剛剛這位講說 拿成他們個人的私利 或者即使不要到個人的私利 就是損害我們的意義 所以呢 他們就提出了很 已經判到的手法就是說 相信錯誤的人不能投入 甚至是 要通過法式才能夠跳 對 甚至還有通過法式可以有更多張票 還有根本不要投票用別的方式去問 來 來決定政策 總之就是 政策 尤其是政策的部分 不要有多條來決定 或者是不要讓 相信錯誤的事情 來感受 好 這個東西 我可能先 因為我 痾... 這個東西應該給大家來談 然後 我想我個人的看法是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 它在提醒我們一件事情 然後 它讓我們陷入一個兩難 連根本也不是真正整理上的兩難 就是 有一種 因為它讓我們對民主變得很實話 好 我們傳統對於民主 我假設認為大家是理性的 大家是知道的 至少知道自己不知道 就是有人跟你講 欸這個問題怪怪的時候 你會去查資料 事實上就覺得沒有 好 那有時候要有理性的 不是經濟學的東西 可能之後再吸一探 但是如果說 這些假設崩潰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會有包圍權 我覺得這是 所有的 最糟糕的一個辦法 而且很多人 就像 那個老師在 哲物的那個 直接上來講 就是 甚至是所謂的 無知的人 很多人 非常的包圍 這個非常危險 那我覺得另外一種麻煩 就是 我添加進入一種 反動的修辭 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很難解 但是民主之外 又沒有更好的制度 所以我們就變成 現在有一種失敗主義 就是 反正註定不會成功 反正 所有的新方法 一定是必大於利 所以通通不要打 硬是苦 那 這個我覺得也是 很容易掉進去的 我覺得 我現在也沒有答案 而且我想要問老師 就是 我知道這兩個問題不能掉進去 但是要怎麼辦 因為 甚至 據 據我的自己個人的了解 就是 民主制度 甚至是其他類似的政治制度 之所以 只要是能夠穩定的 它一定有一些制衡 一些穩定情形 可是我們目前沒 至少我所知道 還沒有 沒有 用制度 免 能夠對於 亂投票 或補職 或者是 群眾偏見 或者所謂的 部落 造的部落 這些事情 做制衡 那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就會 呃 要嘛是大家 用力量善不足 奇怪的事情 要嘛 有人 會有有心人事 然後 利用這個 拿成六十上國財 或者是 違規一己之力 這個 應該怎麼辦 然後 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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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最後就是 我有因為這樣子 會思考說 我們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 方法說 我們是不是時間太少 我們是不是 我們被 呃 工作被上班 套去了所有時間 我們習慣於 資本主義的雇用關係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怎麼叫做自己負責 我們怎麼樣做選擇 而且是 有時候是光為自己 為了別人做選擇的時候 我們必須負責 我們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有沒有辦法 可以從別人做的方式 進行一些改變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些因為我都沒有答 我們自己也都可以 所以我想 這些比較萬一的方式 好 謝謝 那我想我今天呢 可以更貪心一點點 我們讓這兩個講者呢 可以互相提問 然後互相回答 然後 那等一下也該放給 各位朋友回答 而且要總結為人講的幾個 其實最主要聽得比較明確的 對於民主制度的評評就是 第一個 這個 當代民主黨的想法是 這種道德部落 當這種Honotrape的概念就是 我們越來越兩極化 所以 這個概念當然從美國來 也是美國 共和黨跟民主黨 以前他們可以跨黨合作 現在越來越入民黨合作 然後水埔不容 我是一個道德部落 你是一個道德部落 那你今天 什麼主張呢 再來看是錯誤 同樣我什麼主張 你就是看不順 因此 這個國家自然變得分裂 道德意見 我們重大的意見 都是分析的 因此無法合作 凝聚多數 一個穩定的意見 這是一個問題 道德部落化 第二個就是 我們現在決策的品質越來越糟糕 因爲我們下方的權力 給更多人民來決定 好像是如此 而很多經驗人就有告訴我 人的知覺 我們人的知覺 經常會出錯 尤其是沒有充分資訊的時候 你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那剛才無人也用很多的例子 來提醒我們 可能我們的知覺會犯錯 好 所以這兩個問題 道德部落化 以及我們經常在沒有資訊 或相對的知識的狀況之下 做判斷 導致我們政治品質的迷路 這兩個東西 那我的問題就會是 這是屬於民主的問題嗎 那我們回到台灣 在民主化之前 難道我們有道德部落化的問題嗎 好像沒有 因為被壓制下來了 本來就有不同的價值觀 只是過去只有一種價值觀 被官方認可 就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價值觀 不代表其他的道德 判斷不存在於台灣 而是他被精深 他不被發表出來 那我會比較的是 一個在威權壓抑之下的 一言堂的社會 跟一個鬧轟轟的 道德部落化的社會 到底哪一個比較糟糕 我沒有那麼簡單的答案 但我覺得比較公平的看待 到底哪一個比較糟糕 第二個 在錯誤的序章做判斷的同意 就是我們都不是政策專家 很多時候我們都憑自己的質疑 甚至我們的激情 幫助我們做政治判斷 而事實證明擔心才會出錯 但是難道過去威權的統治之下 就是非民主的統治之下 我們就是根據正確的資訊跟知識做判斷嗎 我也可以考慮幾個題目 第一個 大家覺得十大建設確定台灣的經濟的基石 這是我們過去的政府告訴我們 第二個 這個 國民黨 破遷台灣 攜帶了台灣的第一統金 確保台灣在戰後的經濟穩定 好 那這都是過去我們政府 從上到下的官僚都確信 而且不斷透過教科書傳給丟 那我們好奇這不是對嗎 那麼後來在很多的 專業的歷史書記 這個經濟書記的討論都會被debunk 都會被人家拆穿說 這個是有問題的 但是威權時代也用很多錯誤的資訊 來進行統治 而且是高壓的統治 那跟在民主時代之下 眾生喧嘩 有時候我說真的 有時候我說假的 有時候我資訊不充分 有時候我真的知道 那到底哪一個東西比較糟糕 這也是我想要比較平衡的方法 來思考這個問題 不過我廢話不多說 那我請葉耀老師來跟我們談一下 民主真的退橋了嗎 好 一起掌聲歡迎大家 各位好 非常謝謝為人 剛剛已經講了不少的東西 然後也點出了現在的主辦界的一個趨勢 就是好像打民主罵民主這件事情 基本上好像是一種流行 然後再加上讀者越來越喜歡被罵 作者越來越喜歡罵讀者 然後兩個互相 再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讀者看到 作者在罵 人民是無視愚蠢的時候 到底讀者在想什麼 讀者會直接對號目作說 對啊我好不知啊我好笨 還是直接 把手指頭指到便利 你看都是他們 那些跟我不一樣的人都是笨蛋 差不多愚蠢等等 這個時候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在整個民主退潮 這差不多是十幾年來的時候的討論 最近五年來變成一個非常龐大的議題 然後在美國之所以帶起來這麼大的議題 是因為川普 那有良心有良是自許為知識很充足的美國人 怎麼會選出川普來 這件事情太神秘了 然後他們一定要有一個說法 要不然他們真的很難好好睡覺 然後大部分人都直接把矛頭又是指向 都是他們害的 那這一個問題呢 是所有討論民主退潮的背後的一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我想要花一點時間 不用了 我現在就問好了 就是當 這裡不知道 剛剛已經有 有朋友在這裡已經有提到 民主好像不太好等等的問題 那我想問大家一件事情 作為開頭 當你說民主不好的時候 你在說什麼 然後 你覺得 當你聽到人家說 民主不適合我們 或不適合中國人 不適合台灣人 你想的是什麼 然後以及 當你看到網路上好多好多的中國五毛們在罵民主 你覺得他們在罵什麼 這些罵的過程裡面 都是指出了民主內在的脆弱跟結構性的問題嗎 還是他們在罵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人身高奮勇的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是有點反對民主 我剛剛明明就有聽到嘛 那 那 你在說什麼 你是覺得這個體制本身不好 然後應該有比它更好的 還是你覺得 還是你覺得 我身邊的人都配不上民主 或者說 每次我認為比較好的人 都不會選上 然後都是一些白癡讓他去造高的人選上 還是你覺得 你覺得民主老是選出來那一些不守信用 然後每次都 政見 隨便開支票 然後都從來做不到的人 可是 這些都是不一樣的問題 有它 也跟剛剛豐瑋講的 很有關係 就是 它並不一定只發生在民主制度 然後呢 有多少人把民主的問題 直接歸咎於 是人民 我們從這裡開始 要問的是什麼呢 好多人罵民主 但它歸咎到底是什麼 好 比如說 中國政府 說 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還不懂 還不懂民主的意義還不知 常常有這樣的說法 然後呢 中國政府就是那個 把資訊蓋著 讓他們不能上網 很多事情不能做 造成無知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後一邊讓人民無知 然後一邊說 你看他共產的無知 所以才不是用 這個時候你應該怪的是 人民是無知這件事情 還是是政府 然後 如果在台灣 你在罵民主不好 然後他說 哎呀 那個 選民都很笨 有多少人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你把自己 放在選民當一部分 老實說 有多少人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你就是其中一個選民 還是你自己習慣性的 罵這些 哎呀 你都是無知的時候 你自己搓離出來 我跟他們不一樣 有多少人是這麼做的 有人在笑了 但是呢 覺得大家 其實可以勇敢一點 看要不要承認 但是呢 這是一個精英的心態 或知識精英的心態 充滿好多好多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批評民主的人 他們的內心通常想的就是 人民都是無知 然後呢 我剛好不是那個人民 這可能是所有問題最大的來源之一 好 那這些的問題 也不是 也是一天兩天 所造成的 這個一定是很古老的一個問題了 從 最遠古的哲學家到 我們說今天 反民主論掉的這些人 他們總是有一個想法 這世界的人 如果跟我一樣的話呢 就好多了 有多少人內心 有偷偷這樣的想過 這世界如果大家都像我這樣子 哎呀 你看我聰明又不會被騙 然後我用理性 我願意溝通 我願意傾聽 然後他們都不聽我的 都是他們的問題 所以這個世界 你都跟我一樣就好了 這一個心態呢 從柏拉圖到 寫法民主的作者 都一樣 柏拉圖 柏拉圖剛剛 剛剛 剛剛風偉有提到 柏拉圖最有名的 《理想國》這本書 其實就是罵民主的 那他罵民主 他罵民主最重要的理由 其實是出在於 雅典那一個時代的 民主的運作方式 那 為什麼會有直接叫罵民主呢 柏拉圖他的思想 其實代表的是第一波的民主退潮 思想上 為什麼民主退潮呢 其實整個西方的政治哲學 大致上始於創商的經驗 創商的經驗 這創商的經驗就是 蘇格拉圖被暴民們 以完全正當的民主程序 判決了死 或者就是 要他流亡 離開雅典 或者是他必須 就是喝藥 死掉 只有這兩個方法 當然 大家可以想想 蘇格拉底他當初他決定 要喝藥 服刑 而不選擇流亡 離開雅典 你想想現在有這麼笨的人嗎 那個時代的人 跟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差距有多少 我們這個時代 跟那個時候的民主 差別有多大 這裡就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我們要去鑑別 當代的民主 跟以前的民主 以前民主的物體 跟我們現在的民主之間的差距 這裡 就變成我們不能夠 忘掉的一件事情 先說一下這個創商的經驗 蘇格拉底他被判死刑 然後因為他 他被控訴 他不盡錢 然後就是 不相信 不相信雅典的守護神 不相信雅典的宗教會 他是已經判到 那同時呢 他又腐化年輕人等等 然後反正一連串的 這一個過程 讓柏拉圖徹底的看到 人民是無知的 而且多數暴力 加上在群眾 群眾這種 起哄的狀況底下 很多人都沒有跟蘇格拉底說過話 只憑道聽圖說 謠言就認定 就是沒有跟蘇格拉底 見過面說過話 只憑信謠言就直接認定 蘇格拉底有問題 因為這樣的形象 柏拉圖認為 這種制度是可怕的 尤其如果人民 能夠擁有多數權 多數絕的時候 這是糟糕的 所以 從這一件事情 歐拉圖直接退後 他的退潮是 發生在思想上 直接往後退 走到另外一個極端 麻煩回到 我剛剛幫忙一下 直接回到另外一個極端 那一種極端像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劈腿 一次你就會覺得 所有的男人做的女人都是壞人 就那麼簡單 所以覺得民主有問題 就直接退出 然後說 民主我們不要了 或直接走到另外一個極端的方面 那這個是柏拉圖在思想上的一個策略 所以 這是西方政治思想的開始 那 直接往後退 如果我們說 眾人統治不好 其實剛剛豐瑋他講的說 民主是 暴民或者多數人統治 其實 更精確的說是 這叫做人民統治自己 而不受別人統治 這才是民主的一個核心 不是說多數人統治少數人 那不是嗎 即使是多數人統治多數人他們自己 這才是原本民主制度 也就是大小事情由多數人他們自己來做決定 所以 那不存在 原本是不存在誰統治誰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被統治的人 每一個人也都是統治別人的人 原本民主制度 而是這個一道主 那 柏拉圖認為 這裡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往另外一個極端的時候 那 答案變成了 我們要一人統治 最少數人統治 然後呢 如果你說 柏拉圖他的想法說 多數人是愚蠢的 然後多數人的多數暴力是危險的 所以往另外一個極端去的時候 就是那我們就是要找最有知識 最懂的那一個人 他來統治做的人 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 那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提出了這樣子的想法 那知識精英這一個概念 其實就從柏拉圖這裡出來了 但我們要很小心要知道說 他所提出來的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我們不能夠忘記 一個是他提了一套理論 說要讓哲學家當軍王 其實他是鑲嵌在一套教育理念當中的 理想國提出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教育過程 透過教育的方式來做分工 讓每一個人按照他的天分 被放到適合他自己的位置的地方 所以他背後很濃的寓意是 每一個人都必須要從小的開始要學習要上學 然後要學很多的東西 可是你上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發現你無法做 你無法做進一步的抽象思考 那你就跑去當生產者 其實就好像說 那你就去讀技術教育好了 然後可以繼續等他就在念大學 然後念著到有更難的抽象的問題 哲學 如果你無法接受或無法進階的時候 那你就閉了業了 你就去他貴國市 來保家貴國做行政的工作等等 那只有一直在這一套體制運作底下 一直讀到像我們的研究所到最後一關的時候 確定說你比所有的人都還懂的這一個人 他才能夠治理國家 所以柏拉圖提的是一套很龐大的篩選的機制 而且是透過教育 等於像我們的從中小學到研究所這樣的一套制度底下 為了你就是要選出誰才是真正的實施精英 所以讀他的東西或者我們在理解 現在在講的知識精英的時候 並不是說精英就有知識 或者什麼叫精英呢 精英不是血緣上的 知識精英也不一定就是你會讀讀書 或者是或者說可能懂一點哲學啊 比如說歐來哲武啊 哲學談錢錢啊什麼 或者懂個雞蛋糕等等 這個不代表精英 這離境還非常的遠 而柏拉圖他也很在意 搞亂這個世界的是這中間的這一群人比較嚴重 就是一知半減的人 然後以為自己是吃精英的 這永遠是社會上最可怕的人 那所以剛剛維尼他還特別強調說 我只是翻譯而已所以我還不是專家 那好 回到柏拉圖他所講的 我說第一個要注意的是他講的這一套體制是 真正要能夠篩選出寫術知識精英的人 所以當我們在講知識精英制的時候 背後一定要有一個篩選的機制方法 我們如何確定寫術知識精英 所以他不會單純只憑學歷 我也只憑學歷 而且在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要怎麼考試這個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就是說到底需要的是什麼知識才能夠有投票權 這是一個我們等一下會談的知識精英 到底怎麼計算總體 但是第二個讀柏拉圖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們也要記得柏拉圖的理想國 他提的知識精英制 不一定是柏拉圖本人所相信或者願意支持的 因為他的後期完完全全不是走這一條路 而這一套東西呢 我們甚至可以猜想說 誰最喜歡聽到柏拉圖的這一套理論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嘛 懂一般的人 其實如果哲學那麼簡單 你來聽聽 你來看看電視然後上上哲舞 你就叫哲學家和懂哲學的話 那也太有意了 我的理解就是這個樣子了 柏拉圖他在理想國裡面有提到 要能夠統治一個國家 謊言是必要的 那謊言是要因人而異 不一樣的人他需要不同的謊言 他喜歡聽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面 他有特別講到說 為了要讓每一個人能夠安居樂業 也就是每一個人被塞到他適當的地方接著 因為世界上就是對他來講三種人 生產者 各種工作的生產者 然後衛博士 類似公務人員 然後呢 再來才是哲學家 那為了要讓每一個人能夠安心的在自己適當的位置 不會動不會變 這個時候呢 除了要有一個格局 格局的隔離政策以外 其實呢 就我們如果要 為了要讓每一個人 放在適當的地方 這其實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人能夠設想出來說 檢測的方法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 為了要讓每一個人放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覺得人民都是無知的 你跟他講高僧的道理沒用吧 如果你覺得人民是無知的 你跟他講高僧的道理沒有用 所以我拿走說 為了要讓一般無知的人 能夠安心在自己的地方 你就告訴他說 世界上每一個人 現在都有塊金屬 對不對 就是跟金瓶同好了 然後呢 你之所以 你之所以現在在這個位置上 因為你現在有銅 然後你看人家在上面那個階層 住比較好的房子 人家身上有銀 那至於我呢 我剛好身上有金啊 所以你不要再想了 這是天生的 沒辦法你去適合在那個地方 柏拉圖他在理想國裡面 講這一個故事 告訴大家說 這是要告訴 這是為了告訴 一般無知的群眾所需要的謊言 因為他們聽不懂 高僧一點的學問了吧 對不對 他們聽不懂更高僧的學問 所以他們只能夠接受金銀銅鐵的說法 OK 這是一個 那理想國是說給誰聽呢 理想國可能 理想國不見得是說給哲學家聽的 理想國是說給魏國士的人聽的 是比無知的人民還好一點點的 高階一點點的 他們讀了柏拉圖理想國 賭了之後就開始放心了說 哎呀你看 我們當公務人員 是因為我們比那些白痴都還好 然後而且柏拉圖也這麼說 你看理想國 我們就是適合在這裡的 我們雖然是以上不足 但我們底下有餘等等 那而且他們還會知名得益 還會覺得說 你看那些白痴的人 才會相信金銀銅鐵 但如果你是柏拉圖 也許柏拉圖就說 對啊 但你們這一群人就會相信理想國 所以理想國是個更高階的謊言 來騙忠誠的人 但最高階的哲學家是不相信這一套的 是柏拉圖後期在講的 其實是哲學家之間會有很多的爭辯 彼此會有相互之間的不同意 然後而且國家需要法治才能夠安定等等 這柏拉圖我來講是 很多是有關柏拉圖理解的問題 但這裡已經點出了知識精英它很難確定 而且知識精英會涉及到就是分類 人需要分不同的族群 那什麼叫做精英 那精英跟其他的人不同 這裡就會牽涉到誰適合聽什麼樣子的話 然後政府的各種的說法 或者各種不同的書最適合誰 從這裡引到剛剛為人講的 最近出版社出了好多好多的這種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然後專業知識等等這些的 甚至很多反民主嘲笑 嘲笑人民的 剛剛好賭的人買的人 願意花錢的人 他們都好像說可以看懂柏拉圖理想國的人 然後他們賭了就說 對你看我們就是跟他們不一樣 賭了就會很開心等等 那哪一個才能不知呢 這會變成一個大的問題 然後呢 如果你理解柏拉圖的這一個想法 然後蘇格拉底他被判死贏 這變成是柏拉圖 直接退後一步 寫了理想國 然後高舉知識精英 然後只有哲學家的人才能夠當皇帝 但是呢他必須要檢測什麼樣子的人才是哲學家 那 這一個想法 後來到近代 就開始有了一個很變 變了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後來的現代民主的做法跟 跟雅典時期的民主 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是個人主義興起 然後呢商業社會的崛起 我們現在所認識的那一個民主制度 從英國開始 然後英國法國的那一個憲政體制 國會 這一個制度的開始 其實它背後有一個更大的一個文化性的因素的改變 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 資本主義的興起之後 許多人開始要自己的更大的權利 或者保障我有的東西 我的財產 這一個問題才開始向貴族討權利 或不願意被貴族統治 不願意被皇室統治 所以這是一個伴隨著經濟制度的改變 然後每一個人至少是中間有一個階層的出現 他們權利越來越大 不願意被別人管後 然後他們開始要跟君王要自己的權利 所以要這個權利的過程裡面 英國比較小鬧鬧一點 他們不搞革命 不搞流血暴力革命 然後國王也直接退了一步說好 那我給你們一些權利 然後透過國王透過大宣章來保障一些人的 或者是正在興起的貴族們 正在興起的有錢人們一定的權利 然後並且消掉自己原本的一些權利 比如說不能夠舉債戰爭 然後必須要經過國會的統一等等 那這些事情是伴隨而來的 所以這一個現代的民主制度 它是一個歷史的一個突然性 然後跟資本主義脫離不了關係 這是我們不能夠忘掉的一件事情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許多人他們現在甚至寄望中國的民主制度 是有錢人會因為為了要保障自己的財產 而開始跟共產黨要求進一步的憲法的保障 或保證他們的權利等等 那這個想法到現在為止 也許變成我們面臨到的是一個 他們必須脫鉤的時候了 是不是資本主義跟民主制度一定永遠掛在一起比較好 那這不一定 那但是呢許多人是這樣的相信的 包括這一個作者布倫蘭 這一個布倫蘭呢 聽起來怪怪的 那是 布倫蘭他現在提出的這個知識精英 他就是認為過去這幾年來 有一種摩拉圖思想的回歸 而他自己就是在這個潮流裡面 他覺得他們過扮演最重要的這個角色 對他來講整本書結構論點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讓懂的人來決定國家政策 讓那些不懂的人不能投票 所以我們只要設計出一套簡單的 篩選誰才有知識 而簡單的知識是什麼 政治經濟的知識 就是你要懂一些經濟 懂一點科學然後懂一點政治 但是呢自己那一個內容誰來做 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吧 他還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提出來 但是呢對他來講 就是說我們需要篩選透過教育 對不對不是透過教育 我們需要透過一個檢測的方法考試 讓那些通過考試的人呢 他們就是沒有投票權 然後呢讓那些真正懂的人 能夠成為到最後決定國家政策 還有政治人物的人選的人 所以他有一個這麼簡單的 那他稱為 他稱這一套題是就是讓懂的人來自理國家 那些不懂的人就不要去理這個國家的大事 你們只要在旁邊 就是過你們的小最新的生活 在旁邊也不要管 就是說意思就是 反正你們懂不懂 讓懂的人來 你們退下 OK 你們坐著 在下方坐著就好 你們不懂就不要過來 讓我們這些懂的人 我們自己好好做自己 然後呢 你們只要坐在後面呢 我們幫你把決策弄好 那就OK了 那你們過來這邊 就反而插手的話 反而會讓這個事情一切都搞斷 那想法就那麼簡單 所以要有一套考試的制度 然後選出真正有知識的人 然後只有他們具有投票權 所以是這個意義上 他認為他是反民主的 因為他認定的那個民主是 票票等值的這個想法 那跟他相反的 他就想的就是 不可能票票等值 票票等值的想法 是一個道德上的平等的概念 但是對他來講 平等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人的知識怎麼會平等呢 所以他覺得民主預設出來的 那個東西本身 潛藏的一個內在的矛盾 就非常的愚蠢的一個假設 把人跟人道德上的平等 直接跳一步要求 每一個人講出來的話 也一樣平等 他講的內容 他的知識也等於平等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道德上的平等跟實際上人的差異 以及知識程度的多寡 這絕對是不一樣的 但民主要的就是 我們不管你是知識多或少 民主要的是 人人都是平等的 是一個道德上的平等 所以就具有那個發言權 所以民主講的是 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發言 講出自己想法的權利 但是呢 布倫朗他覺得說 對 如果這樣的話 事情反而會亂掉 那因為 道德上的平等 我OK啊 我當你跟我一樣是道德平等 可是不代表說 你的意見跟我的一樣 跟我的意見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布倫朗認為 這是民主嚴重的缺陷 所以民主永遠不可能會像哲學家講的 或者是叫做 現代的民主的捍衛者所講的 人人平等 然後我們要敬重每一個人的想法 不會 所以才會有剛剛 兩位都已經提到的 就是大部分的人民 都可能是 持自己的意見 不會傾聽 聽了之後也不會想要保有一個自己犯錯的可能性 然後所以要改變心意的可能 那 但民主預設的是這個 所以如果這類的人民不存在的話 那民主就無法運作了 那 所以布倫朗他說 真正實際起來的民主 從來就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有一邊的人 約翰米爾 他說 人們很多人是無知沒有錯 但你解決這個方法 當然就是要想盡辦法提升他們的教育水準 所以米爾他 他就要求 那我們當然要促進中小學的教育 高等教育 而且米爾的乾爹 邊境直接創辦了倫敦大學 促成創辦倫敦大學 那米爾呼籲女性 要有受教育的權利等等 那這些東西 對米爾來講 他說 人也是無知 但你解決的方法就是 讓他們做受教育 以及 在受教育之外 民主是一個實習的制度 它是一個永遠都在實習的制度 所以 民眾參與政治 是為了學習更多的 而且這一種是做中學的概念 如果他們不從實踐的過程裡面來學習 他們在其他地方學不到 所以 對米爾來講 政治參與 一般民眾的政治參與 才是提升自己唯一的方法 那 民主 本質上 就變成了 是一個 期待 它就是一個 期待人民可以自我提升 但教育又作為一個輔助 讓他們能夠向上提升的一個方法 然後整個制度 它就是一個永遠不停的 共同的實習的制度 這個是 約翰米爾對民主的一個看法 那這個民主的看法 即使約翰米爾在某種程度上 他當然 他當然知道 大部分的人民無知 但是他就認為說 這種狀況 你解決的方法就是 把他們拉上來 但是呢 布倫蘭他就說 那沒有救 拉不起來 而且熊比德已經說過了 讓他們繼續政治參與 他們只會把我們這種好人也一起拉下去 所以我們有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約翰米爾說 透過教育政治參與 他們可以向上提升 然後呢 布倫蘭他用了熊比德的話 說不行 如果再讓這些無知的人民繼續投票 我們全部都會跟著一直沈淪 所以知識精英知識 為了要防止讓自己 被愚蠢的人拉下去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裡才會有一個我剛剛問的 那個對號入座的問題 那是不是 背後大部分提精英 精英統治或知識精英知的人 其實自己都會對號入座 否則就是那一個知識精英 這是一個 那布倫蘭他絕對是 而且呢 而且他 他提出了一個觀點 蠻重要的 或者說從他這樣子的理解來看的話 政治其實只為了一件事情 政治就是工具性的目的 所有的政治就是為了要什麼呢 達到最好的政策 什麼叫達到最好的政策呢 讓適當的人 在他自己的地方 腦力在哪裡 就去做腦力可惜的事情 很柏拉圖 然後那些一般的人民呢 他們既然沒有知識 他們就應該坐在那一邊 不要 不要老是給我搶方向盤 國家的方向盤 只有我們可以握 所以這是一個分工的概念 那他就認為說這才叫做政治 那政治要幹什麼呢 政治就是當然就是要發展經濟啊 所以 他捍衛資本主義 他覺得政治的目的其實要的就是提升經濟啊 發展資本主義啊 讓我們 讓我們 有知識的人 不會被沒有知識的人拉下去 然後呢 我們各自可以擁有好的生活 那因為國家的方向盤 超 中在我們懂的人的手上的時候 國家就不會亂掉 那 對他來說 這是政治的唯一 的目的 工具性 促成經濟 分工 把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地方 然後 於是他說 你不要把政治想成的藝術 只有藝術家才會說要表達價值啊 說 民主這個制度幹什麼呢 彰顯人的平等的價值 彰顯人跟人是道德上的平等 彰顯的是對每一個人尊重 不如哪 他說 這一類的價值都是假的 這些變成是 你要說民主有它的內在價值 他就說 不對 你不要往這邊想 他說民主是道藝術 一張藝術品 他可能要表現出什麼樣的價值 但是呢 政治如果我們把它當作 他是來彰顯確定價值的 那他就危險了 這是他根本的想法 所以 他的理論基本上就是這樣子而已 並不複雜 但是呢 如果你們看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這一幅畫是誰畫的 史馬林福的人 對 對 史馬林福的人 誰畫呢 對 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 按照剛剛的小遊戲來問對不對 作家是 范古 那這是范古認為 這是范古他自己認為 很得意的一幅畫作 那 你們知道范古是牧師嗎 在畫這幅畫的時候 他是當牧師 而且他 以當牧師的身份 跟這一群工人一起住在一起 然後就是說 畫他們的生活 這是范古用來表達 用來表達 用來表達 要照顧弱勢 要把眼光放在這些弱勢者身上 然後上帝也愛他們等等 大部分的 有看書 有看藝術史 覺得自己喜歡范古的人 或者聽過有關 范古的歌的人 OK 大概不知道范古是一個牧師 大部分的 是這樣子 好 那這剛好就是 連范古這麼搞 比如說 他的畫到後期 的畫風 非常的詭異 那 可是呢 他仍然是用畫 要來表達 特定的事情 特定的 彰顯特定的意義 不論哪 他的意思就是說 正式不是來搞這些東西的 正式就是 就是效果 決定 什麼樣子的效果 以及什麼樣的後果 那就是一切 其他都不重要 好 所以程序不重要 結果才重要 那 所以他 過去幾本書裡面 或者不論哪 他 基本上 他下兩位大使至今 而且用挑戰的方式 第一個 其實他挑戰的是 這個 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 認為民主制度 憲政體制 以及憲政的資本主義 他已經是人類最好的政治模式 已經到底了 到底了 歷史已經終結了 不會再有更巨大的 更巨大的敘事的出現 或者有更大的體制 是重要的體制的出現 好 這是主要嗎 然後呢 布倫南他挑戰 他要講的是 民主不是歷史的終點 可是呢 他接受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終點 所以 布倫南認為說 我們重點是資本主義 不是那一個民主制度 所以 他寫了一本書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不要資本主義 他寫的這一本書 其實就是為了要對抗 我們剛剛看到的 左派的學者 馬克思研究的學者 20世紀最重要的分析 馬克思主義者 G.N.Cowen 等這一本書 他就是為了要挑戰 左派的一些 所以布倫南是一個右派的人 相信經濟 相信資本主義 然後呢 要保護資本主義 不受民主的干擾 也就是不讓一般的大眾 參與到的經濟政策 然後好讓市場 能夠自由的運作 他其實背後很強烈的 他要的是這類的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右派 相信資本主義 認為資本主義或者市場 自己來做調節 遠比一般的不知的人插手 把事情搞亂 還好 他相信的是這些東西 好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 得說 他主要的訊息是什麼 他主要的訊息 雖然他相信的是知識精英才能夠統治 唯有國家的所有政策 唯有交給精英才安全 但是呢 他也知道一件事情 並不是說讀哲學的就是精英 並沒有那麼簡單 許多人會讀哲學家 這個是尼采 旁邊就是 這是希特勒旁邊那個是尼采 然後希特勒掌權的時候 有叫大家要讀很多的尼采的書啊 那個權力意志啊什麼等等 但是呢 並非所有的領袖 或者被稱為偉大的領袖 都是哲學家 但問題是出在於 大部分掌權的人喜歡 假裝自己是哲君 大部分掌權的人 為了不要讓別人覺得他笨 他總是喜歡要把自己包裝成 他是知識精英 但烏倫他其實認為 我們也要小心這一類的人 他們其實不是知識精英 知識精英有更嚴格的定義 類似柏拉圖這樣子 你要能夠確定他們是有知識的人 而不是草包包裝而已 雖然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威權體制或 極權體制國家的領導人 總是會喜歡丟出一些理論啊 叫大家來背 然後宛如他是哲學家 這個其實是惡搞柏拉圖 不倫來 你認為 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讀他的反民主 雖然永恆 就是必須要注意到 他在講的是 他可以接受哲學家 當皇帝這個想法 但他絕對會反對 一大堆的皇帝 都把自己假裝成哲學家 所以呢 不管你在位的時候 就要讀三民主義啦 然後三民主義學生 越讀越大本 因為後來的每一個人 都要講了幾句話 然後對岸也是一樣嘛 就是什麼三個代表啦 然後幾個什麼什麼科學精神 然後後來又要什麼 然後等等 每個領導人都一定要 掰出一些理論來 叫大家來背 那萬如自己是哲學家 這個不是知識精英 這個是草包假裝 知識精英 不如哪 他不會同意這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要很小心就是說 你理解知識精英的時候 要 要 大家就知道 很多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比如說 他不會認為中國政府是知識精英制 這不一樣 他沒有那麼簡單的 直接又要過度到那一邊 會怎麼樣相信的是中國人 以及許多台灣人 當然不是 所以呢 一個很重要的是 知識精英制他完全不反對 法治跟權力分立 三權分立 他仍然要撼對這個 所以 他是反對民主當中的飄飄等值 但他仍然繼續撼對 法治跟三權分立 所以他不是要特地的反整個民主的制度 而只是覺得 民主中間有一個核心 飄飄等值 他反的其實就只有這個東西 但其他東西都要撼對 而他認為 因為 把人民 無私的人民 剔除出去 不讓他們參與政治 反而是更好的 讓國家 能夠良續運作的一個策略 而且法治跟他必須要存在 那三權分立也是必要的 但是呢 他犯了一個大錯 他 雖然知道 民主中間有好多的不同的元素 他選擇性的 要捍衛民主的某些元素 然後要排除掉 根本性的 核表等值的一個元素 可是呢 他沒有去進一步去思考 什麼東西可以支撐民主制度 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 非常的有趣 就是 托克維爾 對大部分讀民主 或研究民主的人 特別是對美國人來講 托克維爾是研究美國民主最重要的人 很多想法都從托克維爾來 但是托克維爾他反而 徹底整個忽略掉托克維爾 他完全不理會 整本書只盤了一次 但是呢 托克維爾他在意的是什麼 任何一套制度他都要有一個文化 來支撐他 所以什麼樣的制度可以支撐起民主文化 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而在當時他所觀察的美國 能夠支撐起美國的民主制度的 是因為有教會 教會的保守 讓大家勤奮為上帝努力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使命來到世界 盡可能的去完成其的使命 然後女人不要到外面拋頭露臉 免得男人搞外遇 然後家庭就會良好 然後他就說 男人在外面看到優秀的女人 就會搞出像聖女貞德這樣要搞革命 然後為他犧牲奮鬥 覺得這個好的方法 是讓女人不用拋頭露臉 然後教會做到這一點 所以美國的保守社會相對穩定 再加上資本主義導致了好多的公司興起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公司裡面 投入自己的心力 為公司努力 你就會學到為共善而生活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為公司而努力 你就可以擴大起來 為美國為國家而努力 所以大家都會願意跨出自己的界線 不當剛剛鳳文講的道德部落的那個部落者 而是願意跨出去 然後把那個部落做大 一整個國家就是我的部落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為整個國家來奮鬥 所以這是第二個支撐起美國民主 但是第三個更重要 第三個它叫為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支撐起民主 是因為資本主義要的是投資 投資是為了以後而獲利 投資代表我們不急躁 如果你說教育是一個長久的投資 你會知道你可能要讀十年書 你才會得到一點點東西 你可能要花十年的時間培養 你才能夠習得一個特定的技能 那如果你要讀哲學十年 二十年不一定就有成 那這麼漫長的過程 這種投資它為了就是不急躁 不急功近利 所以資本主義支撐起民主的原因 是因為它不急功近利 它不急躁 這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人不急躁 所以國家可以好好做它的政策 我們願意傾聽 花時間聽別人 我們願意花時間省思自己 我們願意讀書慢慢的去思考 然後讓政府可以有一個長期的政策 然後我們相信它 如果這三個都垮掉的時候 托克偉認為美國民主一定垮 這托克偉很在意道理 但是不倫讓它完全不理會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變成我們可以問的是 美國的民主之所以後來出現很大的問題 到底是民主本身內在的問題 它什麼樣的脆弱性跟問題 內在結構出的問題 還是其實是那一個原本可以支撐 美國民主的東西消失了 資本主義如果原本是為了延緩獲利 每一個被疫等花時間 政府可以去做十年二十年的政策 但後來的人如果變急躁了 這一套就完全垮掉了吧 比如說四年一次選舉 大家搞到兩年就要 那就是你剛選舉完 兩年就要想連任的事情 那要連任你還要有政績嗎 那你要兩年內搞出政績 你一定要超短線吧 那人民沒有看到你拿出政績 就說你是廢物了嘛 就說我被騙了嘛 對不對 所以人民也急躁了 政治人物也跟著在這套制度底下 又更加的急躁了 所以是當投資的心態轉移成投機的心態 以及沒有人願意冷的時候 這一個民主制度就危險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民主嚴重出了問題 民主如果退潮什麼等等這些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那這是美國的特殊性 有它民主出了問題 等一下如果我們有時間還可以再追 但是這一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可是不如哪 要假裝這些問題都沒有 然後它也不談什麼東西可以指稱起民主 什麼樣子的政治文化 什麼樣子的公民精神 要支撐著哪一個民主制度 它要把整個民主制度化約為工具性的政治 然後把工具性的政治理解為就是為了促進經濟 然後把它塞進去經濟學裡面 然後一切都是為了促進經濟成長 然後它就變成是典型的一種心思憂處理的講法了 讓我們知識精英 其實就是讓我們經濟學家來做事情 因為它是商學院的教授 讓我們商學院來解決 你們不要在理了 雖然它是哲學系出身的 好 所以呢 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 當我們認真去思考 什麼東西能夠支撐民主的時候 到最後一點時間我想說 我對民主有另外一個想像 或共和 共和國的另外一種想像是原住於康德 康德用著和平論 然後它談起共和其實就是後來大家所謂的 憲政民主 它談到一件事情就是 什麼叫共和呢 一樣共和又是 因為這個詞 本田也跟柏拉圖的republic 理想國其實是共和國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把它發出理想國 但柏拉圖的republic 是公共的其實是共和國的意思 那康德幫他下了一個註解理解 在柏拉圖的時候的共和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的這種平等 然後呢 但是呢 在有了國家 有了君王制度 現代國家之後 康德對共和的想像 或民主的想像是 讓哲學家好好的說話 讓哲學家盡一切可能自由的提出 他認為的最好的方案 不管是改革方案、赤博方案 然後呢 君王在旁邊偷聽、側聽 君王不要去干涉哲學家 但君王要好好的偷聽哲學家講什麼 然後呢 就 君王有了面子 哲學家有了理智 所以這是一個分工 這叫做共和 那 當然 你就可以知道說 從柏拉圖 哲學家原本應該當皇帝君主 到 康德 哲學家要去當什麼 以國王所允許的言論自由底下 盡可能去講述自己的理想意見 對不對 所以這當然有某一種 又往後退一步的想法 其實如果大家 對哲學家有興趣的話 你會知道說 從柏拉圖之後哲學家就開始地位 一直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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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非常非常慘 原本是要當皇帝的 然後呢 亞里斯多德變成當了皇帝的老師 已經非常好了 如果你得天下英才 或一個英才 一個皇帝就夠了 但是呢 後來呢 這樣往後一步變成什麼 西塞羅變成什麼 演說家煽動群眾的能者 好 然後後來呢 馬基尤里變成想當幕僚 但沒有當上 然後之後呢 到康德只是 在旁邊好好的講他的理論 然後君王 或其他的君王 會在旁邊聽 偷聽這樣的人 那當然後來就變賤民了 變成什麼什麼 反抗者啊 什麼什麼等等 那就不一樣了 但是這個想像呢 意味著什麼呢 民主體制需要不同的角色扮演 而且需要有人來當烏鴉 罵民主出的問題 以及告訴我們 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提出方案 所以需要這一類的合作 所以對康德來講 民主體制極需要哲學家 那在我們這一個題 在我們現在呢 後來又變了嘛 因為康德提的這些東西 後來在法國又把它 變成一個更簡單的 如果你說 要讓偉大哲學家去講話 然後君主在旁邊聽 這已經是 中間可能還有一些落差 或者搞不好 就不會聽啦 哲學家講不出好話啦 等等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讓大家變成業餘的哲學家 所以高中就要開始讀哲學 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拿破崙時代的開始 另外一個方法讓大家都變哲學家 對不對 如果大家都是哲學家 是不是應該解決了柏拉肯的問題 但下一步的問題是 可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變成哲學家 實際上能夠做到的有多少 但是呢 法國的高中哲學基本上是 為了因應這個問題而存在的 所以一路下來 其實整個西方有不斷的各種實驗 都為了要幹什麼呢 改造人民 讓人民能夠向上提升 作為解決民主制度本身 內在的一些缺失的問題 所以最後我想說 民主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優案面 不需要不倫男家 但我們也都知道那個優案面 那優案面是什麼呢 第一 為什麼要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的意思很簡單 不要相信 讓權力在一個人手上 一定要劃分它 所以民主本身預設了人性的優案面 以及防範集權 防止 那如果我們在意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知道 民主不是用來解決一切問題的人 民主不是來選出最優秀的人 不是正面的要找出最完美的 折軍領導人聖軍 不是 民主是一個防範基礎 它一個最簡單的 它就要選出 在大家有正義的狀況底下 選出一個人 然後我們因為認同程序而接受結果 但不如哪 它要反過來了 它就說 我們不想要那個結果 所以我們要推翻程序 但民主的制度是 因為我們接受程序 所以我們認同那個結果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今天你所投票 你投下一票的時候 你討厭的那一個人當選了 這個時候你要問你自己 你接不接受那一個人 是你的選區的人 或者那一個人是你的總統 如果你相信程序 那你應該是說 結果 出來的結果 就是我的選擇 因為我也投票了 我是參與一部分的人 如果你相信程序 那就是 可是呢 即便 好過好多 讀到研究所 讀博士的人 比如說2000年的時候 陳水美選上 當總統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人 在愛玉堡大學 我們同學 為大家一起看投票 然後看到差不多 就確定的時候 臉就已經綠掉了 然後就有一些人 就開始吵架了 然後就會變成 有人就說 那是你的總統 不是我的 非常的有趣喔 沒有半個人 回來台灣投票的時候 可是就看 都還沒有回台灣投票 就是一群 一群留學生 二十幾個留學生 就在那邊吵架吵起來 然後就開始說 那是你的總統 是我的總統 然後說我不認可的 如果這樣搞 那叫做部落 那是個部落心態 所以我們到底要認同的是 程序還是認同的是那個結果 民主一期以來 要的就是我們認同程序 而程序出現的那個人 就是我們的人 而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還說 等等等等 出來了結果 我不要 或那個不是我要的人 或那個是一個笨蛋 我就開始懷疑程序 那你當然 是不是支持民主 就是這樣吧 我們要很小心這個問題 所以布魯倫 他就在整個川普 崛起了這個情境底下 他就是要 他就討厭那個程序 決定的結果 因為他覺得那個結果 是大家所不要的 是愚蠢的 所以呢 那一定是程序出了問題 倒過來這樣子想的 但其實民主 民主就是他沒有那麼偉大 他不偉大 所以他不是像封尾剛的一個用詞說 他是一個最好的制度 最佳的制度 我們必須要理解 最佳或最好的制度 在這裡只能夠被理解為 唯一可行的制度 或爛蘋果裡面唯一比較好的 但其他的都更爛 而且還有讀 意思是這個啊 這是典型的一種講法 因為他在制度 本身就內建的人 是不可信的 以及直接相信 要人民不斷的去監督政府 所以民主制度 對人民的要求是很高的 他不只是要求知識分子 必須要善心責任 批評時政 監督政府 他也要求人民在適當的時候 必須站起來抵抗公權力 那所以如果在這樣的套體制底下 我們覺得說民主不好 我們得問 你到底說的是制度不好 還是選出來的人會不好 還是其實就是人民自己不好 而我們是不是那個人民的一部分 我們用這樣的理解的方式的話 就會知道民主它有好多個不同元素 那它根本上民主其實是一個龐大的 包含了法治精神以及制度 還有公民的素質以及公民的參與 它是一套全部的東西 我們不能夠把它想成它只是一個選舉制度 民主它是一個政治文化的實踐 它是一個好多層面都必須要出力 要共同去經營的一套體制 它跟其他的體制不一樣 如果是君主的體制的話 人民可以擺爛就OK 但是民主制度容不得人民擺爛 或者容不得人民只有在投票前幾天才開始有興趣政治 然後其他的實踐都不理會政治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你是人民搞爛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問題 所以問題回到人應該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所以民友就告訴我說教育要不爛 所以我要說的是民主它是一套大的東西 但是像談論之中的它要把民主說成一個小的東西 然後只看那個東西不願意看它 背後更龐大的東西 好 所以如果要談論這個問題 我沒有時間講 但是我會覺得目前民主的我建議 有另外兩個人 遠比布倫兰這些的人好得太多 一個是建調大學的殘職 楊希曼前期主任 他也是報上寫了很多文章 他不管批評民主捍衛民主批評政府 而且也談論民粹的問題什麼等等的 對他來講民主它是最好的制度沒有錯 所謂的最好就是秋吉而想的 因為沒有別的比他還可行 就只這樣而已 所以他是老是在打擊我們對於民主的想像跟信心 他說我們要正確認知民主就是這樣的東西而已 你把它想多了想成別的東西會導致民主無法運作 如果你把民主想成說他是為了選出最好的人 他是為了要選出澤軍民軍 那錯了民主要來不是做這件事情的人 因為民主跪在那一個程序 而不是結果一定是最優秀的 所以如果選出了爛的人出來 但程序還在 我們應該要問的是 操作這套程序的人 我們有什麼應該要改進的可能性 這是朗希曼 所以朗希曼認為民主很多時候都很任性 但民主也遠比任何其他制度還具有另外一個任性 他可以防範極權 他可以在很多時候可以防範一人統治 讓國家走路非常悲劇性的一個錯誤政治決策 不可能 所以民主是防範用的 而不是為了要達成什麼偉大的願景的目的用的 當然在不同的國家 如果是還沒有民主的國家 你當然會以那個目的 其實就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除了朗希曼 我覺得是目前台路民主非常優秀 另外一個我覺得最好的 台路民主最好的其實 可能是霍商為榮 法國的政治思想家也好 政治思想家 然後他就特別強調民主的優暗面的人 認為制度有優暗面 但人民要記得民主的這個優暗面 隨時隨地的幫民主一把 拉民主一把也去拉你自己一把 所以這裡不是誰讓誰沉淪的問題 而是我們自己拉自己一把的問題 然後呢 他提了這一個 所以他認為是一個反式民主 很不容易翻的東西 但他的講法是 民主這個反式其實就是在抵抗 對抗 防範的意思 所以他認為民主是這樣的東西 而且他對民粹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見解 那一個見解就是 民粹目前 產生在全世界到處都有一個民粹 就剛好是我剛剛所說的 人民難得住了 不想等程序 不想等程序 不是程序的問題 而是人民沒有耐性 時間太趕了 大家都要求快的問題 但這個求快就會出了錯誤 民粹變成什麼 就是不相信程序 而想直接跳開冗長的程序 要找到答案 人民自己當判官 只有我知道事情的對錯是什麼了 只有我知道什麼才是應該做的 我等不了了 你們這些政治人物都是笨蛋 或者是別人都是愚蠢 他們那些投票的人 都是把事情搞砸的人 只有我知道 所以跳開一切程序 認為我才知道答案的那一個人 這是他所定義的民粹 集體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民粹制度 所以民粹是在民主制度底下 偶爾會想要直接跳開民主程序 然後直接去把答案做出來的人 這個是他對民主的理解 但對他來講 他跟民主是一體兩面的 但會有一個問題 人民耐不住 不想等的時候 這個集造感會出現 但我們就得去問 如何去防範這個集造感 以及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他會跟整個 資本主義的經濟快速發展 還是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所以對他來講 這一個集數發展的商業社會 本身也造成了民主的一些危機的可能 好 這是左派 到最後我想說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就是等等 等等大家還可以討論 其實從這系列下 除了布魯朗他認為的政治 是工具性的目的 要找到最好的答案 最快速效率的解決以外 而且就是為了經濟 另外一種講法是 政治其實是一個妥協的藝術 妥協要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妥協 但妥協不是爛妥協 這是一個以色列的哲學家 他出了一本有名的書 他寫過很多轉型正義 歷史記憶等等的問題 但是他有一本書叫做 論妥協與爛妥協 妥協有分好的跟壞的 簡單的講 爛妥協就是毫無主見或悉你 不知道自己妥協了什麼東西 然後呢 政治權力一下來的時候 就直接說哎呀哎呀 那個我退了啊 我不要了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打壓你的時候 就說 啊我就被打壓了 所以我至少接受啊等等 這叫爛妥協 就是如果有龐大的力量要壓迫你 你就直接說 我被壓力所壓迫我當然就接受 這不是叫做妥協 這叫妥協 或者剛剛為人講 這是失敗主義 在這個妥協是什麼 你要確定你拿什麼換什麼 以及在幾個不同的價值當中 確定那個價值 知道我的排序 以及為什麼我現在做不到這個 或者放在民主制度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民主是要拿程序正義 來換 應該說 我們是重視的是這個程序正義 然後就因為程序正義 落實了 我們就便利接受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是拿過程彰顯的價值 來換或者來替換那個結果 這是一個妥協 這本身就是一個妥協 所以妥協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 清清楚楚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然後不要的是什麼 但是呢 在特別的情境底下 有些人不敢妥協或害怕妥協 特別是在我們這一個完全霍西民 匠剛文化的地方 大家都假裝不妥協 這是最可怕的 在威權時代 一個人的高貴是體現在 對抗政權的時候的不妥協 對不對 你被 就是 白色恐怖的時候 或者是什麼什麼 被你的打壓的時候 你只要抵抗 你就是高貴的人 道德正當性是來自於 不合作 對抗 或者是無限相當我的價值 我就是認定這個樣子 那你轉到民主制度的時候 這一套我可能不管用 不一樣的制度 你可能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極權主義底下或威權體制底下 人是靠著不妥協來彰顯自己的高貴性 在民主制度底下 剛好相反 人是藉由妥協來尊重他人 以及認定我自己是一個可以聽懂別人的話 也願意接受別人 那這反而是熊彼得講的話 好 所以我要說的是民主制度 它跟威權體制的時代有不一樣的地方 進入民主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種 學習如何妥協 但不是窩心理 可是呢 如果你在民主制度底下 你開始去玩威權體制時代 應該要有精神會變成怎麼樣呢 動不動就是 我告訴你我不妥協 我相信這個就是這個就是對的 結果到最後就每一個人無限相當自己的想法 然後都不願意妥協 你在搞威權體制底下的正當性嗎 這是民主的 這已經是在民主體制底下了 結果我們台灣最喜歡玩的是什麼 民主底下好好彰顯出 威權體制應該做的事情 然後在威權體制的時候呢 又完完全全的假裝中立 這變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回頭過來問了 民主制度到底是什麼 它有的是什麼東西 好 所以呢 這一點想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以撒柏林跟潘拉厄蘭 他們都已經把這一套東西 點出來講出不少的東西 就是 柏林告訴我們的 就是剛剛 因為他是剛剛那位 以色列哲學家的好朋友跟老師 然後呢 所以呢 他在談的就是那一個妥協 是清清楚楚知道你拿什麼價值 換什麼價值 而我們現在做不到是因爲什麼 以及我們現在不可以無限上康自己的想法 為的是什麼 等等 這些都弄得清清楚楚 才叫做妥協 而不是破吸力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也把在政治底下 人必須是 你不要無限上康自己的想法 每一個人都只是看到世界的其中一個面向 盡可能的把你看到的這個面向 表述出來給其他人看 但永遠要記得 那只是你看到的一個角度 世界真相的其中一個面向 別人看到的 或其他有更多人看到的 是更多面向 我們在每一個人都只能夠去看到世界的一部分 來互相交換意見 願意傾聽跟溝通和諾諜 那這個是政治 所以如果我們有另外一個想像認為 政治是在做這件事情 或者民主政治底下應該要運作的邏輯跟威權體制底下 本身就不一樣 那五個想法就會 五個想法就會 五個想法就會跟現在的知識精英統治的想法不一樣 因為現在知識精英統治的想法 基本上就是把政治理解為 所有政治領域的一切都必須要用商業邏輯來理解 這可能本身也是一個錯亂 所以呢 結論兩個 一沒有速成的民主 所有告訴你說速成 會有速成的其實這都是騙人 台灣最喜歡講民主奇蹟 我們創造的奇蹟 奇蹟是什麼 就是我們比較快達成了別的東西 號稱我們二十年的時間 達成了英國兩百年的民主轉型 然後我們好棒棒的我們都是自由生 真的 沒有 民主沒有速成 你可以一系之間改變投票的機制 但你無法一系之間改變人民整得的想法 它需要時間 它要時間去醞釀 人要去思考改變多頭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 更可怕一點的是 更可怕一點的是 如果你覺得 還在上一張 如果你覺得民主可以速成 然後呢 如果以為人民可以一系之間 就轉變想法 那太可怕了 那俄蘭他說 或者說 他 在分析極權主義 覺得最可怕的地方 其實 不是愛惜罵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沒有邪念的那種邪惡 或者是平庸的邪惡 或 惡的慣常性的問題 不是這個 俄蘭他談極權主義 最重要的動見是 他厭惡 德國人在戰後 突然間一系之間 又開始認為納粹全部都是錯的 那在納粹的時代 認為納粹好對 但是呢 戰爭一結束之後 你就突然間又覺得 他們都是錯的 所以人民是 突然一夜之間 又接受了另外一套 完全徹底的 不同的想法 他覺得 這是很可怕的地方 他覺得 沒有時間 免粹 一系之間改變的 這個 反而是民主最大的敵人 因為他可以今天支持民主 明天反對民主 所以 民主 制度如果要能夠運作 你需要的是 這一群人民 願意花時間去理解 民主是什麼 以及 每一個時代都要有人來提醒 民主只不過是這個東西 我們不要把它想的太偉大 因為想的太偉大 而達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 反而直接退了回去 說 他都是不好的 我們要另外一個極端 這個是 許多人在講 那就是 從二藍 或者國立的這個角度 被理解的問題 然後 再來 就是 民主不只不能夠跳擊 他也沒有無痛的轉型 就是 我們今天 突然間都接受 或者都不接受了 然後呢 它不可能 其實 沒有痛的轉型 是假的 什麼臨進革命 其實就代表我們 只有了投票制度 而其他的一切都沒有變 威權體制 威權體制的教育 幾十年來的威權體制教育 不會一夕之間 因為選舉制度的改變 而它都不存在 而這一套東西 它還是繼續 宛如的幽靈一樣會 籠罩著你 那個籠罩的程度 比 比 尼采講的 上帝之死 它 它的 屍體 還是一個 非常非常長的一個 陰影 人類可能要花幾千年時間 才能夠離開 威權體制 也是一樣的東西 那 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 讓這個 我們能夠走出這個 威權體制 這一個問題 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民粹的問題 美國的民主的問題 是因為公民都開始擺爛不願意參與政治 只要期待政府把事情做完了 就好了 這就是美國 民主制度實施過久的疲憊 人民懶了擺爛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不是這個樣子 台灣還有一些政治的過動額 以及還有許多人活在懷念過去的日子底下 還會覺得威權好棒棒 威權很穩定什麼等等的這些狀況底下 然後還有一群非常可愛的一種人 他是毫無記憶的懷舊 他根本沒有任何的經驗 所以對他來講他不是記憶 對他來講他 但他在懷念威權 懷念威權 沒有走過威權的人在懷念威權 那個就是毫無記憶的一種懷念 那就一個想像 另外這一類的反而是民主的敵人或太可怕的地方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徹底的理解西方的民主出的問題 他們民粹的根源跟在台灣出的問題 如果我們有民粹我們的根源是那一句是嗎 這是很不一樣的 這些要能夠梳理的清楚區別的清楚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來進一步去討論民主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一個未進的問題 還沒有落實民主的問題 可能 但美國是一個民主已經太久而開始擺爛的問題 那我們不要把這樣的問題混為一談 因為如果把這樣的問題混為一談 直接講說民主有問題 甚至直接說因為民主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另外一個體制 你看人家經濟發展的很好的 他們一定很好 那就是反而是不擇不扣 不如南佛甲的移植 對人民 OK 我講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先開放第一輪的朋友提問 有沒有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朋友 10秒鐘 簡單的成數的問題 好不好 好 好 我是一個高中生嗎 剛才在講 就是中國 讓 中國人民 就是 他們沒有辦法去 有效的 就是 可以去 學習到 就是 接收到那些 資訊 那其實 我覺得現在的 高中教育其實也沒有 就是真的 教我們這些東西 那這樣 你要怎麼期待 一個人民到他20歲的時候 我就瞬間 有辦法去選出一個 或者是 認為他有辦法去妥協出一個 好的 人選呢 就是 根本不教這個東西 然後你怎麼期待我20歲 馬上用公民權就可以 馬上 就是選出 就是做選擇 可以回答 因為這個 哈囉 好 嗯 我提供我個人的出現看法 因為這件事情 我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叫 什麼這個規則 就有點 就是 延續剛剛葉豪老師講的 就是 民主不是投票制度 然後葉豪老師講得非常清楚 民主不是投票制度 民主有很多個東西混在一起 但其中有東西我們要想的事情是 什麼叫規則 投票規則是怎麼來的 三權分立怎麼來的 憲法怎麼來的 為什麼下違法不能提出上違法 為什麼有違憲審查 違憲審查 違不違反民主 這些東西不是寫在課本裡的 嗯 這些東西甚至我會認為 它在比較 英美傳統的那種 就是它不是知識 它是一個 它是或是什麼 它是一個capacity 能力 它是一個動態的東西 規則 有人很多 我們目前很喜歡把它交成說 這就是有一套規則 一個recipe 你照著從第一步 到這一步 Brandon走的是這個路線 所以我也不同意他這種路線 這樣子就會最後造成什麼呢 你最後是 他就說民主就要水準 你就拿一個選一個最好的選子 可是我認為規則不是制度 規則是遊戲 遊戲根本無所謂連結 遊戲是一個所有人互動的過程 然後 遊戲沒有 遊戲之間只有家族的相似性 這個背後會扯來另外一段要為的詞 我現在先不提 遊戲只有說某個東西比較像某個遊戲 某個東西是有什麼東西所支持上來的 遊戲你要會玩 你要去玩才知道什麼叫遊戲 遊戲規則不是遊戲 民主規則不是民主 但是我們現在 我之前DSLX稍微自己拿的高中課本亂看 我發現好像我們的高中課本 教很多的知識 就是這種靜態的知識 我不是很確定這要怎麼教 因為如果是我自己看 我大概沒辦法教 那 怎麼樣子可能 它會好一點是 使得去設計制度 我可以提一個有點無關的東西 就是說 如果你設計過一個遊戲 你設計過 一群人要怎麼玩一個東西 各種遊戲都算遊戲 桌遊是遊戲 大體遊戲也是遊戲 電子遊戲是遊戲 你會發現不同的制度設計 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而且有些制度設計 根本在當下 因為玩家的書籍根本不放書籍 就是老師剛剛講的 而且你每一種制度 你會看到每一種規則底下 已經預設你希望 這群人要花得變成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去 透過更多的嘗試設計規則 譬如我們能不能把健房 某一條拿掉 不算怎麼想過 我們有沒有去投入這個東西 這可能會造成 我們到底懂不懂民主到底是什麼 還有像剛剛老師講的 很關鍵的是 民主是你相信那個程序 但如果我們沒有時間 跟根本不懂什麼叫詳細 什麼叫程序怎麼辦 我們都會變成以前國民主 就是只要錢 才去才去看這件事 那你根本一定就會變成 最後用結果去 結果不行 就是說阿卓程序不行 你沒有參與程序本身的時候 你沒有去嘗試的時候 很可能你就是注定了不到 我現在忘記了有一個 應該是美國還有一個 應該是美國還有一個 從中的某一萬 這是很前期的 曾經說我也就很妙的 他說完美的體制就是每30年都能移植 也許我們需要一個 類似的某一萬 就是每一段時間 我們去重新想 為什麼我們現在成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的文化、教育、經濟、社會制度 可以長出怎麼樣的東西 這個也一定會 而且尤其它會有方向的反升性 它會幫我們注意到 例如像我們現在根本就沒有 絕對要做人下班之後 根本沒有十一小時 那我們是不是 例如說我們應該要更多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支持 很多在做哲譜的 做科普的 做個資的 做懶人包的 我們要讓更多人 能夠有知識跟擁有 試圖一起思考跟對話的問題 其實這東西是規則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偶爾把規則收為經濟 我覺得很簡單的回答 剛剛我跟你們所講的其實就是 我們在這水邊常談的有兩種不同 其實一個是單純 腦力思考出來的東西 一個是從經驗當中學習的 而約翰米爾他所相信的 或認定主張的民主 就是做中學的概念 那 那 這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知識 可是剛剛這一位同學問得很好 就是說 如果我們 我們在二十歲之前 都沒有過這些經驗的話 我們如何突然間就會變成有 那 那問題就是出在於 說你二十歲之前 所以該有經驗啊 那這個都沒有經驗嗎 班上沒有投票過嗎 有啊 你從小到大可能要選班長 選什麼長 做很多 而且你也會有習慣性 知道我選出來的 剛好就是我討厭的那一個人 這個也會有啊 所以 他是一個從小就可以開始實踐 慢慢實踐的過程 如果都沒有實踐過 你二十歲突然間 就要讓你變成一個非常厲害的公民 隨時都可以判斷 那當然不太可能 可是呢 對米爾來講 他仍然可以接受 你剛開始可能因為他很帥啊 他可能是我的天使 所以你選了他 然後後來你覺得他其實變成我的惡魔 你又太討厭 也許你選了幾次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我不要看長江了 那你就學會了我 那你就會再看別的東西 然後如果我們有另外別人的失望 就一路上的成長過程是怎樣 但你剛剛說的那個問題絕對是對的 因為很多的家長不准 不准大學生談戀愛 然後一畢業隔天就問你 你有沒有男朋友 這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我們當然不應該這個樣子啊 你實踐才能夠學會的這些東西嘛 所以我們的問題會變成是 教育現場過程的教學的問題 而不是 那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直接灌輸知識的方法 很多的知識是來自於做中學的 那剛好政治的知識也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絕對不可能可以 所以那麼簡單的像布倫蘭說的 我沒有一套測驗嘛 然後測驗過的他這樣人有知識 他就懂得選舉了 沒有那麼容易來 你看偉大哲學家犯錯的多的事 然後科學家做愚蠢事情的多的事 就是說如果你認真看他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會釋懷了 我覺得大學教授也的確也就這樣子而已嘛 你當然不會覺得他們比較厲害 然後經濟學家也從來沒有預測住過 對不對 政治學家也沒有預測住過啊 對不對 所以真的有比較厲害嗎 那也很難講 所以民主強調的看重的是 讓我們有做中學的機會 以及只有透過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你被賦予過權利你可以去選擇 然後你親身經歷過的這些 你宛如你 就是直接當作一個公民的經驗 或被當作公民的經驗 這個是其他在白簡直上告訴你 就是從那一邊得來的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驗 我想像就是 支持民主的人看重了剛好就在這裡 好 我們 現在就得了什麼 我們在最後一個問題 OK 好 10秒鐘 老師剛才有講到就是 經濟跟資本主力是支持民主的 那我想問一下 那極權杜塞過 那是不是就表示 那有沒有經濟材料理不聊生 那如果要經濟材料理不聊生 那如果要經濟材料開放 是不是勢力就要主上民主 那有沒有可能在無財的體制下 還要保有民主 OK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1號先 我聽不懂最後那一句 獨裁提示 你要保有民主 這是在玩文字的遊戲嗎 社會主義下會有民主 中國特色的民主 對 所以那當初你的民主定義是什麼 就像老師剛才提到 民主是來自資本主義的支持 沒有啊 我說的是 民主是一套制度 但美國 美國十九世紀的成功 是因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的精神 支撐著它 但資本主義的精神 不是我們現在的資本主義 那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當時的資本主義 是一個反對投機 而且願意投資延款獲利 那個才叫做資本主義 我們現在理解的資本主義 就是大家聽到賺錢 這個反而在當時是被認為 這個不是資本主義 這是商業主義 重商主義什麼等等 或者是它反而不是資本 因為資本主義要的是 不斷的去投資 然後以小國大 可是是要很長的時間 然後為了要換取 換取你覺得更值得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現在的投機照進反而不是 所以如果放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剛說的極權主義的國家 它可以發展極權式的資本主義 這個當然又是中國搞出來的 很難懂的東西 但所謂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就是國家的商業 國家支持的一種商業發展的方法 那這不叫資本主義啊 至少不是亞當斯蒂他們那個年代 或美國的民主運作的時候 這個資本主義 這是威權體制底下的 對於市場某種程度的掌控跟放寬 那這個是在台灣以前也完全走過的 比如說台灣很喜歡講 誰白說請教誰 我非常偉大 誰是科技支付什麼等等 可是你要想想 你在一個完全政府掌控的時代底下 就是政府壟斷一切的市場 今天突然間要開放市場的時候 我找你出來 我這個市場給你 你就發了嘛 你這樣很偉大嗎 不是啊 因為從零政府轉移給你 然後而且保護了你整個市場 那個市場都是你的 你透過這樣的發展 這個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在牆面的各種不同 競爭底下出現勝出的那種做法 它是要有競爭 但是呢 國家採取的放寬經濟 或者放鬆經濟之後 一步一步的 那個叫做適從體制的商業 那是國家選人 你 就是說我給你市場 換取你的忠誠度 然後不斷的透過這樣的做法 把來養大自己旁邊可以支持自己的政治的人 這個不是資本主義 所以 在資本 就是說 類似中國這樣的極權體制底下 你可以有的是這一類的 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通常是 國家資本主義 或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它跟一般我們在講的 開放性的 競爭性的資本主義不同 所以在這樣的體制底下 你要說它叫有民主 這是一個很怪的概念 但沒有關係 中國人也認為他們是最大的民主國家 可是他們所謂的民主是什麼呢 就是 人民就是主人 OK 兩個嘛 一個就是 共產黨一切以人民為主 OK 所以那叫民主 再加上 那個什麼 共產黨本身是來自於人民 共產黨就是人民 共產黨跟人民是一起的 是等同的 所以共產黨執政就是人民執政 所以我們是最大的民主 OK 如果你可以接受 這個也叫做民主 那我也只能告訴你 就是剛剛 剛剛維倫也提到 維倫斯坦 其實維倫斯坦也常談這個問題 就是 民主你不能夠無限的延伸 擴張它的意思 擴張到完完全全相反的東西 也都說其實那個就是那個東西 那這會擴張的有點多 但是呢 所以呢 我們是說資本主義 就一定會支撐民主制度 而是說 你在不同的時代底下 這一個制度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因素而支撐它 那美國十九世紀的民主的成功 曾經是當時的資本主義支撐 可是如果資本主義變值 變極造了 大家只要短期的獲利 而且一獲利就逃 然後告訴你說商人無主多 然後哪裡有錢賺就哪裡跑 那叫資本主義啊 至少這當時 那完全不是叫資本主義的東西 OK 所以我們可能要放回去那一個時代 我們來細看說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也好 我剛剛講的差不多 嗯 我個人的看法啦 我覺得 我就不會找誰 但是 中國特製的資本主義有沒有可能呢 如果把資本主義限縮到一個很小 小到也許我就說出來 大家會覺得有點荒謬的地方 就是 錢沒有寫名字的話 譬如是有可能的 反正那個錢是誰給你不管 今天是共產黨給你的 某個人給你的 那個 Steve Jobs給你的 你如果 你認為資本主是這樣子的話 你的一切目的只是為了錢的話 當然可以嘛 感覺上那個國家資本主義 就要走這個路線 因為 因為 他們某種意義上 有點重商主義了 現在 他那個 他那個一帶一路 還好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馬來西亞長度的 那有點重商主義 就是你國家已經算出很多的貨幣 然後 藉此 讓人民的貨幣變得多 如果你的資本主是這個意思的話 那當然也有可能 那像剛剛老師姐姐有講 資本主義是有不同的意思 然後 包括 呃 你採用怎樣的方式在計算 你的利潤啊 然後計算你的效益 都會直接影響到你 其實其他的政治跟文化上的差別 第一個 許哥 奇怪的例子好了 雖然現在沒有人用這個方式 就是假設 我們 呃 有人說 假設我們在 決定一個市場大小的時候 不是用當下的比較利益 是用當地的需求 潛在的需求 來衡量一個市場的量子的時候 很可能會跑出完全相反的結果 可以再走快一點進去 那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 它是資本主義的 所以讓大家看資本主義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最後通常都會產生 那就是大家各自解讀 然後大家會 尤其是當選者 他要維持自己政治的合理性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找出一些 支持他的一些學者 或者支持他的論述 就像之前 我今天有看到那個 那個 就是 民視那個哲學團 然後講到 也好 跟另外一位講到 就是 他們現在找 嗯 中國在以紅的 Causmeter 對不對 那就是 一用 納稅德國那段時間的法學家說 師稱的這種國家的主義在支持 中國夢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 重點反而可能在 你講這段主義的意思 好 抱歉 今天 我們出現的關係 到這邊解釋 所以我們講到後面發現 我們的搞亂 到底什麼叫民主 所以一個民主的N種解決 一個資本主義的N種解決 但是 各位在進行思辨 或在辯論的時候 其實要先搞清楚 起碼 你可以跟對方對民主的定義 但起碼你要自己搞清楚 你的民主定義 才不會落入 我今天在罵的東西 其實根本就不損在 這種很窘境 所以 今天的樂壇 其實給各位一個 一個刺激 一個思考的可能性 那 歡迎各位回去見過自己 希望中 對民主的想像是什麼 那 再次感謝 各位今天參加這個影片 然後我們再來展現 謝謝留依仁 還有一號老師 謝謝 谢谢大家